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天 莫夫人看着愁眉不展的丈夫有些心疼 随口说道 夫君 是不是咱们家的洋宅或者阴宅有问题 我姐夫是看风水的 要不我们请来看一看 沐宇并急乱投衣 听夫人这样一说 觉得很有道理 就急切地对夫人说 对 对 对 我这就去请 说不定还真能看出点什么 沐宇说完转身进房间 提了两瓶好酒 直奔沐夫人的姐姐家 姐夫见酒墨登门的妹夫亲自拜访 就开玩笑地说 大盲人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姐夫 你就别嘲笑我了 我今天过来 有事找你帮忙 沐宇一本正经地说道 你表情这么严肃 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说来我听听 姐夫也收起了笑容 打问道 你也知道 我成亲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孩子 夫人说有可能是我家风水不对 想请你过去看看 沐宇说道 你家洋宅我是去过的 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有问题也可能是在殷宅方面 正好我现在没什么事 就随你一同去看看吧 姐夫说完 二人就往沐宇家走去 两人没有回家 而是直接去了沐家的祖坟山 姐夫查看了一圈说 你们家这殷宅风水到底是谁看的呀 这么缺德 这明明就是个决定 怎么还让你家父母葬在这里 你若是不以焚令葬 你们沐家在你这一带就要绝户了 沐宇听了不寒而栗 紧张地问道 那现在怎么办 我父母去世多年 那时候我还小 是我父亲临终前嘱咐我 把他葬在这里的 说是找风水先生看过的 现在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只能另外找一块凤地 千坟令葬 保你沐家子孙兴旺 但找凤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需要慢慢找 姐夫说道 那就拜托姐夫多操心了 沐宇说完 二人往山下走去 二人走到半山腰室 姐夫发现向阳的山坡上有一棵巨大的青松 树的顶端有一个四缝头的弯形延伸出来 树木郁郁葱葱 从远处看去像一只凤冠遥望远方 姐夫停足观望了半天 感叹道 好地方呀 沐宇顺着姐夫看的方向望去 嘴里嘟囔道 你说什么 姐夫兴奋地指着那棵松树说 你看 那就是凤地 那个山坡虽然像阳 但是那棵松树很大 把整个地面的阳光都遮挡住了 而且它形状像凤冠 是一处绝佳的阴宅之地 只可惜已经被别人截足先登了 沐宇顺着姐夫手指的方向 看到了那棵松树 经过姐夫的点拨 他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凤地 他思索了半天才说 这个好像是村里刘大陆家的 你还别说 原来刘家穷的叮当响 几个孩子连饭都吃不饱 自从刘大陆他父亲去世之后 日子还真是一天一天好起来了 刘大陆生了三个儿子 大儿子去年还中了近视 当了官 这些年他们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姐夫听完点点头说 这就是风水的玄妙之处 他家老爹葬对了地方 他们家才会人丁兴旺 而孙有福 沐宇听完这些 心里真不是滋味 他俩一边往山下走 沐宇一边盘算着 怎么把这块凤地买到手 自己家不缺钱 但是缺子孙 如果能用钱换来子孙运 花再多的钱也值得 沐宇送走姐夫后 直接去了刘大陆家 沐宇看着刘大陆的两个小儿子 在院子里打闹 羡慕不已 刘大陆夫妇刚好从地里回来 见到沐宇在他家门口转悠 刘大陆有点奇怪地问道 沐宇外 今天什么风 把你吹到我们家这个穷酸小地方来了 刘家这些年虽然发达了不少 但跟沐家比起来还是不在一个水平 刘家只能说是有地正 有饭吃 日子不再贫穷 沐宇笑了笑 把刘大陆拉到一边说 我来是想跟你谈装生意 我看中你父亲葬的那块地了 我用十亩两田 外加五十两银子 你把它卖给我如何 刘大陆惊讶地说 那山坡上虽然只葬了我父亲一人 但那也是我刘家祖坟 你现在要卖我的祖坟地 这不是让我变成不孝子孙吗 不能卖 沐宇也不着急 竖起两根手指头说 二十亩两田 一百两银子 怎么样 刘大陆用很奇怪的眼神 看了他一眼 说道 沐宇外 你是不是钱太多了 跟我家祖坟商过不去干嘛 我说了不卖 你给多少钱我都不卖 你走吧 刘大陆毫不客气地下了逐客令 沐宇很尴尬 但他想趁刘大陆不知道他家祖坟地是奉地 赶紧下手 于是他继续说道 我再给你加一百两银子 怎么样 不卖 刘大陆黑着脸把他推了出去 沐宇走在回家的路上 心里盘算着怎么把这块缝地拿下 他思索两久 想着明的不行就来按的 晚上沐宇拿了一大钉银子来到他姐夫家 跟姐夫说了他的想法 他姐夫摇了摇头说 这样做有点逆天 你想好了吗 姐夫 你就帮我这一回 我沐家家大业大 却后继无人 我拿着这些银两有什么意思 你放心 这个只是定金 事成之后我会给你更多的银两 沐宇说道 姐夫看他这样 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他 这天 刘大陆七岁的小儿子 刘青山一个人在池塘边玩 一不小心掉进了水里 吓得他哇哇大叫 附近的村民听到动静 赶紧把孩子救了上来 孩子虽然没有生命危险 但呛了几口水 又受了惊吓 已经昏迷不醒 赶来的刘大陆夫妇 脸哭呆喊地抱着孩子去看大夫 大夫检查了一下 觉得孩子没有受外伤 就让他们把孩子抱回去了 嘱咐他们如果孩子到晚上还是这样 找个半仙看一下 收收魂 农村的人都相信 太晓得孩子被吓着了 半仙收收魂就能解决问题 刘大陆见孩子没有外伤 心里踏实了不少 就把孩子抱回了家 可是天还没黑 孩子就发起了高烧 一直不断地胡言乱语 刘大陆想出门去请半仙 可最近的半仙也十几里地 刘大陆只好举着火把出门了 他走了三四里地 居然碰到了一个半仙 刘大陆跟见到了救星一样 抓住这人的胳膊说 半仙请帮帮忙 去给我家小儿收收魂吧 半仙也不耽误 赶紧来到刘家 替刘青山收了魂 给孩子做了一些应急处理 半个时辰后 孩子的烧退了 也不说话 沉沉地睡去了 这时半仙松了一口气 说到 孩子已经没事了 不过 不过什么 半仙有话不妨直说 刘大陆此时对他感激涕零 他说什么话肯定都信 孩子应该是被什么东西推下水的 这个明天孩子醒了 你可以问问 半仙说道 刘大陆夫妇已经 我们跟村里人无怨无仇 谁会退一个孩子下水 半仙摇了摇头说 不是人 是阴间之舞 啊 刘大陆夫妇同时喊出了声 那怎么办 你们家祖上之人 在那边得罪了人 才会朝他的子孙下手 你们给他换个地方吧 严禁于此 剩下的事情你们自己衡量 半仙说完就告辞了 刘大陆夫妇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不知道该不该信 第二天刘青山醒了 孩子果然恢复了正常 刘大陆凑到孩子的跟前问道 青山 你告诉爹 你是怎么会掉到池塘里的 刘青山想了想说 我正在岸上玩 忽然感觉后面有人把我推了一下 然后我就掉下去了 那你玩的时候 岸边还有别的人吗 刘大陆继续问道 没有 我经常一个人在那边玩 刘青山说道 这下刘大陆不再说话 看来半仙说的话不假 为了孩子的健康 他决定签祖坟 刘大陆想到前段时间 沐宇上门要求买那块坟地 就准备卖掉那块地 于是他去沐府找沐宇 沐宇早猜到了刘大陆会上门 他故意端起架子说 这不是前段时间不愿意理我 还把我赶出来的刘兄弟吗 今天怎么光顾我府上了 沐宇外 前几天是我失礼了 你不是想买我家那块祖坟地吗 我决定签祖坟 你说的二十亩粮田 二百两银子是否还算数 刘大陆问道 沐宇摇了摇头说 那可是前几天的价格 现在只剩下二十亩粮田了 你卖与不卖 刘大陆开始后悔 肯定是沐宇听说了他们家的事情 才把价格压了下来 如果现在不卖的话 过几天可能二十亩粮田都没有了 于是他也狠心 决定卖了 沐宇看着刘大陆离开的备影 笑着说 真是傻貌 非得逼着我来这么一出 如果当时痛痛快快答应了 地和银子不都是你的吗 现在只能把银子给姐夫了 没过几天 刘大陆就把祖坟迁到了另一块洼地 而沐宇欢欢喜喜地把父母的坟迁到了缝地 正当大家以为皆大欢喜的时候 刘大陆家却出事了 首先是在外当县令的大儿子刘青松 突然被贬了官 回到了家乡 然后就是二儿子得了一种奇怪的病 怎么治都治不好 直到刘大陆把那二十亩粮田卖掉 也只是保住了二儿子的命 并没有彻底治好他 家中这一连串的变化 让刘青松觉察到了不对劲 总感觉家里发生了什么他不知道的事情 在他的详细追问下 刘大陆才坦白了刘青山落水 及千祖坟的事情 刘青松上过学 当过官 见过世面 觉得这件事情 没有表面上看得这么简单 他开始刻意留意沐家的情况 沐家此时正沉浸在一片喜悦之中 自从沐宇签了祖坟之后 沐家顺风顺水 沐家三夫人也怀孕了 这是沐家上下盼了多少年 才盼到的好事 刘青松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为了解开心中的谜底 他去外面请了一个风水先生 在确定自家原来那块坟地 是一块凤地时 刘青松明白了这一切都是沐宇策划的 自己好端端的前程没了 二帝一并不起 他忍不下这口气 提了一把刀 把坟地旁边的大松树砍了 又气呼呼地冲到沐家 对着沐宇大喊 姓沐的 你欺人太盛 凭什么装神弄鬼伤害我小弟 你凭什么吓唬我爹 让他签祖坟 你干下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情 会遭到报应的 沐宇建事情已败露 粉地也到手 三夫人也怀孕了 就永恃无恐地说 是 这些事情就是我做的 是我把你弟弟推下了水 是我安排半仙去了你家 游说你爹 可是你爹蠢呀 是他自己经不住吓唬 难道怪别人吗 刘青松没想到做了坏事的人 还这么理直气壮 他气愤地说 你想得到那块凤地 告诉你那是不可能的 那颗大青松已经被我砍了 咱们两家谁也别想得到 沐宇一听 他把大青松砍了 凤地风水被破 他气急了眼 冲上去就要跟刘青松拼命 可他根本不是刘青松的对手 刘青松也在气头上 把沐宇狠狠地揍了一顿 而正巧路过的三夫人看到这一切 想伸手去拉架 被沐宇一仰手 就把他甩出去几米 摔倒在地上 三夫人的喊叫声 惊动了屋里的其他人 大家才过来把刘青松和沐宇拉开 两个人都挂了彩 沐宇伤得更重一些 而三夫人因为受了惊吓和重摔 孩子没保住 沐宇唯一的孩子也没了 凤地没有那颗青松 就成了一个洋坡 不适合做坟地 沐宇只好又签了祖坟 从那以后沐宇不仅没有了子孙运 财运都大受影响 沐家走向了衰败 附近的人都听说沐宇的姐夫为了贪财 帮沐宇一起下货流大路 都看不起这样的人 再也没有人找他看风水 而他为了生存 只能背井离乡讨生活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听完我的分享后 您会有所受用 如果您有什么意见 欢迎在下面留言讨论 我们下次再见